我們這九位大概有兩位傷勢比較嚴重 那有另外七位相對是比較輕微 那目前這七位比較輕微的就是住院然後觀察 那基本上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比較嚴重這兩位基本上初步處理 現在看起來也都還穩定 那醫院現在就是馬上就成立一個專者的一個醫療團隊 那就希望給我們這些弟兄最好的一個照顧 不過這兩位重傷的就是鴻信的重視 他是今天從基隆長根轉院過來 那他的狀況目前是可以講上去一點嗎 我們這位鴻信弟兄就是因為我們發生是在基隆 所以就先把他的一個比較嚴重的傷勢先把他穩定下來 然後先就是先我們講的生命跡象 生命跡象穩定了 那可能才有辦法就是做一個後送的 做一個更長遠更完整的一個醫療的一個照顧 所以這位弟兄早上也已經轉入我們內湖三中了 目前是這樣子 那就是目前這個情況你們覺得樂觀嗎 我想這個存活應該是沒問題啦 那只是可能有一些肢體上的一個損害功能的重建 這可能後續還有一些醫療的一個過程要走啦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手部的功能在等到傷口都好了之後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這兩位比較嚴重的弟兄 他這個手部有組織的一個缺失 所以基本上我們做傷口的一個處理之後 即便這個傷口好了 他還是有部分的肢體會遺失啦 所以這個可能之後還要功能重建復建部分 還是要進行 所以我們 totalement暫停雙雞蛋 旁船 膝蓋 。